父神请述 为父 要教你一株金莲 你把他 种在昆仑须的莲池中 用先法呵护他 直到他长成人形 一株金莲 一株金莲 玄女禁扰到尊驾了 你便是司阴的朋友 正是 我刚从炼丹炉那边过来 正四处走走 玄女告退 手路 executive 师父 看那玄女长得秀气 很像石棲呢 为师今夜闭关 少择十天多择半月 闭关这些天 石棲就交给你看護了 可 就数那个石漆 鬼主义最多了 就算他鬼主义再多 那三万便充须真经 也够他超上半个月 原来师父的惩戒 是为了将小石漆 绑在昆仑须 不让他乱跑啊 不错 石漆天生性子散漫 又揽于修炼 尚不知道半个月后 就是他自己飞升的天洁 所以你且先护住他 待为师出关后再做打索 是 师父 师兄 请检查 请检查 师兄 无须花言巧语 抄精才是正经 我想跟你聊聊青秋 我听说啊 青秋近日有大喜事要发生 湖地白旨的第一个 嵩儿要降生了 听闻师兄最仰慕湖地白旨 还有哲言两位上神了 是不是 到时候这两位都在 不如咱们去凑个热闹 湖地已经有几万年没有现身了 此消息可是真的 清真万确啊 我知道了 你继续抄吧 师兄我话还没说完呢 世人都知道 入青秋呢 虚过往生海 等我知道一条劲道 加上师兄你 最擅长的藤云之术 你我来去不过半日 你想想啊 我们去了以后 远远地看看两位上神 讨一杯小酒 我们就回来了 怎么样 不行 师父命我日夜看着你 我绝对不可以擅离职守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 就算你真的日夜看守 你也看不住我 我还是会找机会溜出去的 是吗 所以师兄啊 你同我一道去再一道回 也算是日夜看守了呀 也没有违背使命 怎么样 是吗 此处正是青秋与异界的交界处 万年来得如此 再走半个时辰 应该就会到青秋了 此处很邪 腾云法术完全是斩不开 一定要小心啊 而且我听东华帝君 跟师父谈到过意见 说这一任异军 极有野心 以后必定与天族 有场恶战 有什么好恶战的 野心吧 不过说起异军 我以前好像见过他的画像 小心 有准备 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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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我 不不不我 在这里 那 有我 很力 有我 你 是不是 你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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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为什么要害我们 为何什么都没说就自尽了 我们也没下杀手啊 那神长啸 就是他们自杀的暗号 快走 快走 大哥 他们都穿得好奇怪啊 不像是我们要找的人 也不像一族的 没错 他们是天族 天族 天族又怎么了 我迟早要他们俯首称臣 成为我们阶下囚 一统四海拔荒 好吧 不过 天族人都剩得好漂亮 等他们成了我们阶下囚 随便挑两只养在宫中 那是义军情仓吗 是 小仙 常年住手在十里桃林 此番头刺出来 没想竟迷了路 不 你们是折颜的人 小仙 正是折颜上神 坐下先使 折颜和青秋 将来一体 自白旨继任胡帝之后 就不再过问 天族 魔族 和异族之间的恩怨 倒也保住了青秋 数十万年的太平 对啊 我家上神交代过 不要过问什么 天族 异族 魔族的事情 流石里桃林 一个清静 义军 林子里全是叛军的尸体 这是两位先使做的 我们二人迷了路 这些人上来就突袭我们 什么也不说 就拔刀拼命 我们也是为了保命 死得好 本军一路追赶至此 将留几个活口问话 竟被两位先使 抢先灭口了 也罢 自今日起 谁敢阻拦我 一统四海八荒 就是如此下场 是 说得是 那我们 就先告退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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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者是客 请两位先使 到大紫明宫做客 回宫 回宫 这义军为何要带我们回宫啊 莫非哲言这万年来 得罪过他 可这里是大紫明宫啊 我们天祖弟子根本发挥不了法力 我连剑都提不起来 只有伤神皆平得 才可以来去自辱 小心使 宫主 公主殿下 你怎么知道我是公主殿下的 如此曼妙了身姿 惊人的容貌 又能震慑三军的 自然是公主殿下 都说天族的高高在上 我看你倒是挺特别的 公主这话就说得不对了 我们上神啊 早就鬼隐桃林了 不认世事 所以我们两位 都不算那么天族的 最好是这样 我父君最恨天族了 你娶亲了吗 我 娶了 没 真的 那就好 来 那公主看上你了 别开玩笑了你 妖康上神开 是不是就是那样 公主 你倒上 义君 坐吧 你们这些外族人哪 坐便是坐 偏偏要贵坐 大的芳芳坐下 圣仙 来 请喝 上仙 颜知 你二哥呢 怕是还没回来 宫中养了数不清的美人 还整日去凡间寻欢作乐 你还没回来 何处像个皇子 二哥他 今日生母继承 怕是因为这个才没回来 这位仙师 为何总不见你开口啊 莫非不喜欢我这大紫明宫的招待 没有 郡上 小仙不善言辞 怕说多了 反倒扫了郡上的兴致 怎么会 郡上 小仙敬你 你的天资很不错 本君对你很是喜欢 义军过奖了 不如你随了本君 做我的意思 住进这大党